7月25日,参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美国青年云南体验营的12名美国青年 参访了位于云南昆明的驼峰飞行纪念碑和飞虎队纪念馆 探寻历史记忆,重温飞虎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为运送物资开辟了驼峰航线 这条长达800余公里的航线应从飞机上抗群伤由若驼峰而得名 在驼峰航线飞行的三年中 中美双方动用了近千架飞机及上网民航空地勤人员 为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 在驼峰航线纪念碑前 美国青年们献上花圈表达对先烈的崇高敬意 我本科专业是历史和中文 然后我从小就一直是听 就是从我父母和我爷爷奶奶外公 我从外公就听到关于很多抗日战争的故事 所以说我一直是对跟这段历史的任何信息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能来到这个纪念馆 自己去看一眼 自己看以前的文件照片 还是让我觉得挺感动的 并且我觉得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时候 反法西斯战争这个阶段 是中美关系最佳的代表 毕竟这个战争 这两个伟大的国家能合作 反军国主义 法西斯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步入昆明市博物馆内的飞虎队纪念馆 通过讲解员的介绍 美国青年们深入了解了陈纳德将军 率领美国航空志愿队来到中国 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 浴血长空的历史 体会到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我记得学习过的飞虎队在学校 我认为当我在高中学校 是非常棒的 看来实际上 学习的东西 我认为它是非常棒的 背景之后的两个国家 如果两个国家共产业 都可以做的 我肯定建议我的朋友 来 visit China 来看看 and experience everything it has to offer because it's really like a wonderful place and I'm really grateful to be able to come and experience it for myself 我觉得这个历史就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很值得去纪念的 这个是中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历史 也是跟昆明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来到昆明 就一定要来这一站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看到这个历史 也就是看到美国的飞行员 跟中共的军队合作 所以我觉得这是中美合作 或者文化跨国家的一种合作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我觉得在任何时候 又考虑到跨国合作 其实也应该是可以思考这段历史的